还有迎接2019年台湾依照美国肥卡条款加入共同宣报准则 在美华人业者该如何提早因应4月份的报税呢 那么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1月16号下午1点起 会举办专题研讨会 要帮会员做进一步分析 全球资产那也都会被银行啊 或者是都需要申报 那这个问题关心到所有我们旅馆的业主 那这些我们的旅馆业主在台湾在美国都有资产 一定会有的 对这些台侨有双红国籍或者是有美国身份 如何应用这个台湾的这一波 或者是有财商这一部分的需求 或者是在美国的这些报税 是不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些方向跟应用措施 那再加上也会补充一些这个所谓的川普税法 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宣布 针对会员业者所安排的活动 主要探讨三大主题 分别是全球大追税的肥卡条款 川普新税法 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促销营业额 以及如何分辨市面上环保绿能产品节能开销 欢迎1月16日下午1点前往尔湾谢尔顿饭店 观众报名座谈会 请殿下非盈利组织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 东正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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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lo Action